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Leslie Sulia 今天又來到這個 寶貝天王 為何來到這個金灣聖的代表樓盤 最開A-House的節目朋友知道 在早幾天我們上了 包括四旗一座 我們143坪的03戶 可以說 哇 漂亮的鏡子 沒錯 其實我相信看到這條影片 也有看過我們143坪的客戶 其實已經馬上賣了 其實對於四旗而言 大家知道 寶貝天王一直都在做升級 因為我們身後方的三旗 然後面向我們後方的四旗 來過現場的朋友知道 由我們整個大門的提升 再去到整個圓林的風格 都是比起以往的產品 要更加優勝的 除了一栋的143坪之外 其實還有沒有單位呢 當然有 因為143坪的話 其實大家知道 我們包括出了一些特輯 亦都是跟大家介紹 total的貨量只有5到6套 買不到這個143坪也不要緊 因為其實現時在售的10座 亦都有非常之不錯的產品 屬於我們105平方的四房單位 和118平方的四房單位 所以今天我們就充當戰地小記者 再次來和大家看看目前的最新產品 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裡面 沒錯 其實這次我認為很吸引的一個位置 首先是大門 這個大門其實我蠻喜歡的 比較氣派 還有一種比以前一些舊式的產品 樓盤的感覺會高端一點 沒錯 因為其實大家跟隨著鏡頭進入四旗 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鏡頭一轉 我們看看三旗的大門 其實三旗的大門 相對來說 就簡約了一點 而面向我們四旗的大門 大家會看到 在這個感官上 它不是走這些所謂的豪華路線 是精緻風 進來搭配一些不同的簡約設計 兩邊栽種不同的陸直 用一個超大的放大版的盆栽 我們好像進入了一個動畫世界 然後兩棵的松樹延伸進入 搭配我們這些森灰式的大理石紋理 天和 有客戶入線糾正我的發音 月禄 天和月禄 同時 未來的業主就通過我們的進出 人面識別 然後進入到我們的屋苑的內部 其實旁邊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有非常多不同的攝像頭 去保證安全 然後這邊是一個24小時的保安室 有我們的安保 隨時在這裡進行直班 而進入到裡面 我說這個語意很好 小翹流水 然後水代表什麼 水代表財富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進入了我們整個 我們的四旗 四旗的圓林 以新中式的嶺南風格去進行設計 進入其實真的相當舒服 而且我們為何說 在現在這個moment 其實買四旗是最棒的呢 首推的屬於我們 右手邊的這個十一座 十一座其實還有部分 小量的美貨 而旁邊我們正前方的是十座 再到我們以往介紹大家的這個一座 大家會看到這三座圍繞的 都是整個屋苑最漂亮的 入戶的這個區域 正如Suri所說的 小翹流水 搭配綠色的植物 是的 很舒服 你會看到它搭配了很多這些 我們例如的沙發 包括有一些未來工業主使用的水壩 我是真的會願意 當然夏天 就覺得我是說謊 但是當秋天的時候 秋風氣鎖 是的 我真的願意會下來坐下來 聊聊天 喝杯飲料 剛才我們走進來 其實也有些風打過來 其實這個天氣不能不如 很舒服 沒錯 現身過來 我們其實會看到 包括由於作為我們保利旗下的產品 天字系的這個高端產品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整個的設計 以及用料都是相當不錯的 包括我們會看到 在下方的這個Lobby的部分 同樣都是氣派的 沒錯 因為對於中國人而言 門是很重要的 門面 你看到它搭配在我們整個一樓的Lobby 是做了一個非常大的門庭 其實跟我們進來門口的大門 是做了一個雙呼應的整體狀態 而很多的觀眾朋友會覺得 內地樓和香港樓不同 為什麼每座大廈下面沒有我們的這個空間 因為其實物業的管理是非常安全的 除了經過我們剛才入門的第一道閘之外 在我們每座大廈 其實現在是為了方便大家看樓 人面識別 沒錯 後期你需要通過人面識別 或者是我們的SD卡 你才可以進入到我們的大廈 觀眾朋友看到這個藍天白雲 超棒 還有這裡也有放一些我們的桌椅 平時可以帶10元的時候可以坐一下 同時也有我們的遮陽傘 下雨的時候也要相對應的開它 沒錯 如果大家來看樓 好 早上的時間 下午的時間 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整體的氛圍 包括其實前方就是我們 所要跟大家介紹的10座的位置 並且在它的入戶帶門的方面 我們會看到同樣都搭配了一些不同的松樹 去作為裝飾 進入到裡面就是屬於我們的電梯堂的位置 事不宜遲 我們不如馬上到我們的實體樓樓上 和大家進行詳細的介紹 各位觀眾朋友 很快就和Zooi來到現時熱賣當中的10座 位於19F的位置 10座同樣採取兩梯四火的設計 展現給大家的是屬於我們105平方的四房單位 以及118平方的四房單位 兩者都是一個四房單位 誰好呢 我們今次細細了解一下 首先帶給大家的是屬於我們的0304戶 由Zooi先和大家來參觀一下我們105平方四房 我們先來看看105這個面積的回應 進入到門是一個防火防煙的實木門 它五合一的密碼鎖是小賣品牌的 來到右邊可以做一套圓關到頂的下櫃 並且它很貼心的就是它有做好一些插梳的位置 給我們 並且上面是有USB的插梳位置 我們設計圓關的時候可以做回我們的充電 放回手機充電或你放消毒液去洗手也是沒問題的 進入餐廳的部門是做了一個傳統樹廳的設計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一個廚房的位置是怎樣的 進入廚房是做了一個U字形的廚房設計 我右手邊這裡是可以放到一個雙胸門冰箱的預留位置 同時我們的七樓煙機、煮食錄、消毒碗櫃都有做到給大家的 同時上方也有我們的涼霸 我們來煮菜的時候不用怕滿熱 我們左手邊有一個很大的升盤 我覺得有一個這麼大的升盤 其實洗煲、洗鍋都是非常方便的 上方也有一個名窗可以設計給我們 我覺得105方它的戶型是屬於上車改善的戶型 據我所知很多香港人士 其實他們是不需要那麼多的房間和空間去用的 沒錯 因為這是我們戶型設計的部分 大家要知道內地目前甚至已經開放了三排政策 四房是市場上最主流的戶型 通常依然105平方的四房我們稱它是功能性四房 對於有硬性四房要求的朋友 這種單位上車非常之好 但是可能香港的朋友我只想要三房 這個單位同樣我認為它的改動性非常之大 因為作為一個傳統的樹廳 首先我們要留意一下 在它外面的後方 我們的這間客房 其實它的大小不大 但全程我們L字形的這個場 是可以全線搏了它 改了它之後 整個單位就會成為一個L字形的大橫廳 以及一個三房的佈局 大家會見到 出來之後 外面是搭配了一個等比場的整體露台 延伸到我們後方的這間房 包括大家會見到整個的這個長度 已經是達到一個6米的整體水準 望向前方我們的金湖公園 這個景很漂亮 是的 同時大家需要留意的地方是什麽呢 由於我們的10座 其實大家會見到屬於我們四旗的中間的位置 很多朋友會擔心下邊 全部都是這些泥地 未來會不會起樓擋住呢 通過我們整個屋苑的4Pan 大家了解到 其實在前方未來興建的 是屬於我們一些碟碎的產品 所以其實我們只需要買稍微高一點 在一個8樓以上 前方你就在一個沒有遮擋的狀態 依然可以保持這個整體的景觀 而同時 為何我建議大家的改動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幅牆是幫不到的 沒錯 是幫不到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其實在改了後方的這幅牆之後 最大的作用是什麽呢 改變它的視覺感官 但是不改變它的功能 為什麽呢 沙發依然放在這個位置 但是後方的這間房 做一間開放式的書房 那我們的電視真的放在原本放沙發的位置 沒錯 我們原本放沙發的這個位置 這間房其實你會見到 拆了L字形的coner位置之後 那我在這一邊做一間我們的書房 或者是平時 我們一些不同的功能區的話 入到你單位整個的感官 會瞬間打通了 那並且 這幅牆打不到的情況之下 你電視機放太厚 其實看出來你延伸有所遮擋 所以的話 整體而言保留它的功能性 但是 去將它的這個視野感官 完全去拉大 那麼 回歸到我們產品的本身 這裏就屬於我們的客廁的部分 客廁方面 請我們的正方形佈局 傳統的三區分佈 大小不算大的 所以它很聰明的 在我們的企缸的位置 用了我們的弧形塘門 就不會產生我們後續 往外面或是往裡面拉 形成這個出入不方便的整體狀態 再來看回我們第二個客房的位置 可以看到這個房間的空間 其實不是特別大的 但是呢 有一個很好的點 就是我們出去 看出去的景是非常漂亮的 我覺得這個 景都是這間房的優點 同時如果這間房不是很大的話 可以做回我們的套合米 組合床 這一邊放回我們的書桌 作為我們一個小朋友的使用 是OK的 而延伸對面的這個位置 其實是屬於我們最大的一間客房 按照我們的設計方面 我們也保留這間客房 做一間標準的房間 無論是小朋友 或者是父母 甚至乎是我們的親朋戚友 過來居住的話 這間房都有充足的陽光 和通風 以及禁觀給大家 最後來到我們的主人房的部分 雖然其實我很喜歡主人房的雙飄窗 是有一種小的南北通的感覺 沒錯 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 在整個九州部的天和 我們的南北向 都是相當之通爽的 因為大家要知道 作為我們的項目 其實雙一次排開的一個整體的設計 前後其實會相對錯開的 所以形成對流空的一個狀態之後 整個房間相當之通爽 如果大家不是很喜歡開窗的 平時大部分是靠我們的空調的狀態的話 就將什麼呢 將我們入門的這個飄窗 其實就打造成為我們的衣� 做一個我們台上的衣� 去補充我們整體的收納 然後再延伸在我們主和裏面的這個位置 做多一套 擺放一張Cream Size的床的話 其實整個主人房絕對足夠使用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它始終是一個105平方的四房單位 而在我身後的這個套廁方面 其實整個佈局和客廁是無異的 但在Size 上其實會稍為大了少少 雖然其實我們可以見到 在舊州國藝天和裏面我們經常都說 最重要的兩個景觀 一個當然是高爾福球場 之前我們介紹了這個一座的143平之後 其實也有不少客戶 即是即場找到我們即場購買 而同時其實面向我們的金湖公園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景觀 而這個單位我們跟大家揭曉一下 多少錢你知不知 200萬 做了功課 200萬左右 其實就可以買到這個105平方 並且是大壺景的一個整體的單位 之前以往跟大家介紹的143 我們都是跟大家說300萬 100萬的差距 我認為兩者的產品當然是有不同 但是面對不同效果的需求 或者是我們考慮預算上 同樣在200萬的這個價錢 這個105坊 我認為在整個金湾市場裡面好像都找不到對手 在珠海也挺無緣的 是嗎? 我真的很喜歡 沒錯 因為整個居住環境來說相當舒服 甚至令到我們 我們都差點忘記了 我們還有一個118平方的四房 要介紹給大家 那這個對比起我們現時所身處的0304戶 又如何呢?馬上去看看 好的 第二個戶型帶給大家的就是 屬於118平方的四房單邊戶 看到不同的是什麼呢? 它通過我們的防火、防衛門之後 有一條相對較為獨立的門狼 兩邊的角度 兩邊的門狼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戶型上 其實有什麼不同 首先我們會知道 其實作為單邊戶 大部分的設計 都是採取我們的南北通 所以按照傳統的報告 一進來 右手邊其實預留了一個很長 兩米的入門通頂 原關位的尺寸 給大家設計 左手邊 就是做了我們第一間的客房 同樣 這一種戶型大家很熟悉 因為它外面延伸的一半位置 都是用露台去進行佈建 那就可以出出我們的主楼台的位置 第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南北通的單位 有我們的對流風 當然是非常之舒服 但是其實從整體感官上 我們會發現這個客廳 其實面向於剛才 我們所看到的105平方的單位 它的改動性反而是沒有那麼強 是的 同時我們出發回來 看看主楼台的一個位置 作為我們兩梯四伙 品字樓的這個佈局 避免不到的一件事 就是它會被前方的 剛剛介紹完的03戶 有所遮擋 並且由於它不是作為我們第一線的位置 亦都被我們前方的11座遮擋了 換言之的話 其實的view是輸了很多 對 相比剛才105面積的戶型來說 其實這個相對都沒有那麼開揚 是 不是通透的光感 是 所以我覺得會 輸洩了一點 同樣的四房暫時未找到它 一個很強的競爭力 當然了 來到我們的飯廳的這個位置 我們還有一個生活露台 如果這裡大家來實地現場參觀 一定要留意 我們希望把最真實的情況告訴大家 因為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會看到 涼爽是涼爽 涼爽和景色很舒服 因為看到前面我們部分的 高爾虎球場 別墅景 以及我們遠端的國際商務中心 毛林衛鋒酒店等等 並且 東面還可以看到我們的紅鶴大橋 和海景 不過 要跟大家說的是什麼呢 我們A-House從來都是把最真實的一面展示給大家 就是我們前方 沿著以往我們介紹的這個一座 盤旋到後方 都是還會起樓的 也就是說這個景 其實就不是現時展示給大家的 所以其實大家最主要 未來在一個生活露台上看到的 都是一個內圓景的一個整體狀態 那真的會有遮擋嗎 是的 缺陷的就是其實面向這個單位 兩個露台 在景觀上都會有所遮擋 而來到廚房方面 其實採取了一個我們偏U字形的布局 較為深 可以兩到三個人共同煮食都沒有問題 預留一個雙開門的雪櫃位 同時再去到我們這個睡房的空間 看看我們房間的尺寸 首先入到過渡的第一個位置 是我們客廁的位置 可以看一看 上方都是帶有我們涼拌 可以給大家使用的 冬天洗澡也不怕冷 來到第一個 第二間客房的位置 它的空間其實會比入門口的書房要大一點點 但是一個面積會相比105方的 改動空間就會小一點 就是作一個正常的客房去使用 第二間次外的空間可以見到 看出去的景色其實也會有少許遮擋 但是如果是站在這個位置 都會看到少許勒規的一些湖景 以及我們的山景 最後來回我們主禍的位置 同樣入門也會帶有一個套廁 而同時看到我們主人房的睡房空間 整個彩光很舒服 雖然我們說過前後有所遮擋 但是其實在我們整個屋苑的佈局上 由於是坐開式的整體設計 我們的日曬依然都是相當充足的 但是我們更加實際的說 我們首先看看這邊的窗台 這邊的窗台位其實面向我們三旗的位置 還可以越過前方的一些碟碎 看到部分金湖公園一旗的位置 所以我建議大家的是什麼呢 保留這一線的飄窗台 加多一層的軟墊 平時可以坐在這邊看書 而轉換過來 到這邊我們看到更加漂亮的 看高爾夫球場的這個位置 都是那一句 因為前方有樓座會輕健 遮擋所有的景 所以我反而建議大家 如果不考慮其他房間 做這個衣務間的情況之下 做一些我們的台上衣櫃 延伸過來在我們坐下的這個位置 做多一個衣務間 是比較不錯的 可見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118平方 對比起105平 首先房型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當然在我們的房間 以及廳堂上會稍稍加大了一點 但我個人認為 反而欠缺了我最重要的一些景觀 如果大家考慮的是一個 我們性價比高的 剛剛我們很長時間介紹了 105平方 現在200萬就已經可以買到 如果大家覺得105平方是相對較小的 同而對比現在這個118平 我覺得還不如看什麼呢 看我們旁邊的一座 剛剛早前我和舒緣同大家介紹的 這個143平方 其實在大家做Mortgage 你的首期和月供欠不到很多錢 而同時最重要的是什麼 整個產品的水準上 不是在同一個Level 這個一座的143平方的景觀 簡直極致 我覺得在整個珠海市場來比的話 都很難找到對手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143平感興趣的情況之下 立刻分提上方的電話 找到我們去進行詳細的了解 目前正如我們開始所說 我認為九州武器添和四期 絕對是一個最值得入手的時刻 最美的產品 但卻是從一期到四期 大家買入價最便宜的價錢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裏也差不多 喜歡我們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給一個 一件三名我們一多多支持 我們下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得出海來拍攝 慢慢的 thr 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